妈妈 月光之下 轻轻地我想你了 躺在雪里的牵挂 妈妈 应该怀抱 我一生爱的牆抱 有你晒过的衣服 这个粽子也 自己去摘的 这个现场拿来绑粽子的 跟我去割回来了 我们烧柴火煮的粽子很香 香的粽子 现在用大锅煮粽子 大锅 这个干豆角晒自己吃 粉丝朋友要 我也记忆 多的就没有 很好这个干豆角 这种都快干了 要柴火进去 这个就已经晒干了 这个干豆角 看一下很好 这里没有多少 15斤才晒得出一斤 这里应该是2斤多包 这里包好好啊 这个干豆角 好不公害的干豆角 看一下 这些也差不多要晒干了 风吹 这些好好看一下 这些也快干了 这些 我婆婆在整理 哇好好 这种炖肉啊 炒干鱼啊都很好吃 晒干 这个干豆角 朋友们收到话啊 是要先泡水 泡那个温水也可以 给它泡软了之后才切 切开一段一段的 然后再拿来炖肉啊 炒鱼干啊都可以的哈 这个使用范围很广的 这个干豆角 再称豆角啊 我们在称这个干豆角 这个豆角是 帮粉丝朋友寄的啊 这个粉丝朋友要一斤 我就 我就叫我婆婆称了一斤一两 多给了 几块钱 多给了六块钱的豆角 给这位粉丝 嗯 就早上一炸一炸了 等一下要打真兵 我来你太多了吗 来嘛 宋言 嗯 还咋一呢 还咋一点 还咋一点 这一毛孤单了 这还咋最孤单了 干豆角 一拔一拔了 等一下 这一拔一拔了 干豆角打真空啊 嗯 要呢 嗯 好 干豆角 这个豆角打的真空好好 好漂亮 我这洗粽子叶 这蛋黄晶莹剔透的 这个粽子好漂亮一个 不漏米 又不脱线 包好了 现在把这些多余的线草剪一下 这伯娘包的粽子好漂亮 看一下 好漂亮一个哦 这个粽子 这里一大锅 要拿去煮 煮柴火 包好了 现在我帮粉丝们打包这个粽子啊 很多粉丝收到都说味道很好 小时候的味道 我用真空袋帮粉丝们打包啊 待会打包好了 我再寄出去 公公在撑这个干鱼啊 这个干鱼也打包公公熏起的 是哑巴给的鱼的工熏 这是全是土鱼啊 有土泥丘 土斑鱼啊 还有这个黄散骨 都是些土鱼熏起来的 很好了 是好鱼啊 很漂亮 这粽子已经沥干水了 这样装 摇下之后按自动啊 调到亭子这里 好 亭子后把第二只打开 哇 哇 风的很紧啊 哈哈 哈哈 这边 这边 打开 给它出来 按没捏起来 哎 就弄好了 嗯 还有点这么简单 嗯 这是两袋 看一下打起真空 很好啊 这个粽子 放一包 一个箱子里面两袋 这15个的 这个是20个 这个是15个的 方公再帮我沾这个箱子啊 足迟的都还清这个叶子 这么好 这个粽子 淘得这么紧 这个土干鱼也帮粉丝朋友们 打这个真空啊 收真空袋 硬帮帮了 看一下 这样储存的很久 你看呀 你猜你逗逗逗房 现在我已经 我全部要打包了啊 这些 全部把它封好一些 这些粽子啊 都弄得很紧 很紧实地打了真空 可以存放 存放六天 五天六天都可以 一般快递两天都三天就到了的啊 这一车和土豆产 粽子 豆角 干鱼 看一下 都是粉丝朋友们叫我记的啊 快递公司 好已经送过来了啊 家人们送过来了 待会就可以发出去了啊 已经空了啊 垫子里什么我都搬下来了 搬到那个快递公司里面去了啊 种植啊都搬进去了 今天我一个人开电单车来送快递 然后顺便说去弄一下那个 呃 豆腐油的标签又没有了 要去做标签了 现在我准备开电单车回家了 就把这个帽子戴起来啊 要注意安全 哇 戴起帽子 把扣子扣起来 再开电单车 今天好凉快啊 如果是我男友在家 他就不让我来送货了 他不在家就是我来送货 差不多快八月十五了 如果要预定正值的家人 可以提前跟我预定啊 因为八月十五那几天是挨着国庆 然后的话我妹施压 他要举办婚礼了 所以说那几天可能没有空包粽子 就说家人们要吃粽子的话 就在八月十五提前一点 你们八月十五吃粽子 你们可以在八月十五的提前 呃 让我包啊 然后包过去寄过去的话 也要时间的 所以说如果是刚好八月十五那几天呢 我就没有空包 所以说那几天我要直播啊 拍视频啊 也是比较忙的 好了 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 与点赞啊 谢谢了啊 这个中指的话寄出去是 两三天左右吧 就可以到了 然后从惠林到安徽省也挺远的啊 两天半就可以到 那其他的地区应该两天 有些三天一天半都有啊 那么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